當年師父常常跟我說 當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要保持著一個歸零的心 而當我們學成之後 要保持隨時挑戰自己的決心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值得的態度 去挑戰不可能 挑戰極限 那個意義是更重大的 從我小時候 我爺爺他就開過咖啡店 然後慢慢地去理解咖啡豆 他的一些文化 背景 產地 品種 吳寶春大師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人生就是不斷地在嘗試跟理解事物的過程 從種子到杯子 從土地到房子 咖啡跟建築都是以人為本 所以我要去知道 要怎麼樣做出一杯好的咖啡 就像是我在做建築一樣 不管是面寬 不管是尺寸 它多一公分 少一公分 可能都會影響到使用這個東西 使用這個功能 它的便利性 我們是反反覆覆 不斷地琢磨 不斷地調整 做出一個好的作品 我去法國比賽 去過日本 去過義大利 看到很多城市的進步 那當然我也看到高雄未來的進步 在整個城市的一個氛圍裡面 是很國際化 距離我屏東老家也很近 是我很喜歡居住的地方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柴山 它連結了西子灣 然後又連結了廉池潭 然後也連結了半坪山 其實那個地方啊 無論是你放假也好 上班也好 都是一個很好的去處 我們當初在規劃之初 就希望說今天從高鐵 直接到站就到家 就像類似說城市到這裡止步 然後由這裡就開始進入了森林的概念 把我們的建築跟我們的基地 融入到半坪山 以及連池潭這個環境裡面 你進入了世紀莊園這個社區 它映入眼簷的就是我們的這個咖啡館 聞到的就是我們的咖啡香 看到的就是我們鳥屋蘇天的蘇香 從蘇海走進蘇海 這是我們當初規劃的一個想法跟理念 但是很多案子你可以overdesign 這個要用減法設計 後面是保護區 我假日可能會去散一散步 我覺得就是賦予它跟自然界平衡 還給自然界一個乾淨的天空 不要太多的光海 反而會成為那邊最醒目的地標 我一直覺得我30年做設計 我一直期待的就是住宅要像飯店一樣 讓人家住的舒服 這種職人的精神再把它加進去 你回到家你的燈光真的不用太亮 你要迎向20年後的未來 你要回到自然界的平衡 太陽了 很少奇 天城